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217集 五国诸多强者都是叹息不止 心中是极为遗憾 但是呢 遗憾归遗憾 现在这么好一机会 不赶紧离开 这找死吗 于是乎 一大群五国的强者和天才纷纷收拾心情 急忙想着离开这传承之地 而最交集的还是得到了传承的几大势力 就好像是林天宗 大梁国 他们很清楚 大威王朝的人不可能胡乱杀人 但是对于得到传承的幽谦学 宇文峰 他们肯定是不想放过的 走 我们离开这儿 想明白这一点 韦天明马上带着大梁国的人 以及宇文峰掠下了高台 朝着外面走去 林天宗的幽无尽宗主 也对幽谦学低贺一句 然后想带着弟子离开 不 父亲 我不走 谁知道啊 幽谦学居然不愿意走 秦雪 你犯什么傻 幽无尽心中焦急 不明白这幽谦学怎么了 这么好一机会 不走 一旦等秦晨制不住那些大威王朝强者了 那是走也走不了了 父亲 我要留下来 秦晨不离开 我也不离开 幽谦学冷声道 秦晨 幽无尽看了眼秦晨都要疯了 这幽谦学犯什么傻呀 不得不承认 幽无尽对于秦晨也是极为欣赏的 认为他是一个可诉之才 如果是以前呢 他是不介意幽谦学跟秦晨这样的天才 有那么一些瓜葛 但现在呢 幽无尽再清楚不过了 秦晨虽然暂时制住了刘先踪的人 但不代表能一直制下去 对 秦晨是控制了古南都留下的一些力量 他也能用这力量对付大威王朝的人 甚至呢 把葛玄都给揍成重伤了 但是啊 刘先宗这些势力能够成为玄州顶尖势力 那不仅仅是靠葛玄一个 靠的是整个一个庞大的宗门 想到这儿 幽无尽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哎 切学啊 我知道你对秦晨极为欣赏 但是 你要认清楚形势啊 秦晨虽然暂时制住了葛玄他们 但我敢保证 一旦他失去底牌了 大威王朝这些高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特别是刘先宗啊 天才弟子几乎都被秦晨废了 甚至一名长老被击成重伤 连葛玄都被揍成这样了 你认为刘先宗能放过他吗 幽无尽摇了摇头 秦晨是强 但是刘先宗的人底蕴比我五国身后太多了 你也看见了 秦晨完全有杀刘先宗长老的能力 可他没这么做呀 那是因为他不敢 就怕刘先宗报复他呀 这样 你留下有什么用啊 幽无尽以为自己这么一分析 幽千雪马上就能回心转意 却没想到听了他的话 幽千雪目光更坚定了 幽千雪摇摇头说道 不 父亲 我不走 你 幽无尽都要疯了 自己女儿一向听话 今儿个 这是怎么了呀 就在幽无尽不知道怎么办时 幽千雪转个头 对他说道 父亲 你不懂 我不走不仅仅是因为秦晨 也是为了你和我们灵天宗 哦 此话怎讲啊 幽千雪留在这儿 完全是把灵天宗拖下水呀 怎么会是为了灵天宗呢 似乎是知道 幽无尽心中的疑惑 幽千雪淡淡的 父亲你应该知道 大威王朝的人之所以对付秦晨 想要出口气势府 真正的目的 还是为了秦晨身上所得到的传承 幽无尽点头 这个道理嘛 他懂 不是为了保握 用得着这么多人 像恶狼一样盯着秦晨 言巴巴的拼命一样吗 那么你就应该明白 其实除了秦晨 我 还有王启明 宇文峰 摩利他们 其实也是大威王朝 这些强者的目标 又无尽心想 你知道就好 如果不是因为你获得了好名次 得到了传承 我这会儿 我哪能急着走啊 我就怕过会儿 大威王朝对我灵天宗发难 我无力阻拦呢 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更不能走 似乎是知道幽无尽心中所想 幽千雪开口道 幽无尽是完全弄不明白了 什么叫你是目标 你就更不能走了 应该更得走 留下来肯定死路一条啊 幽千雪道 父亲你想 秦晨让我们离开 这些大威王朝的人 居然一点举动都没有 甚至放任我们离开 难道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你都说了 刘先宗他们即使现在被秦城制住 也根本不怕秦城 那么为什么又完全不在乎我们 任由我们离开 一句话都没有 而且不仅仅是刘先宗 甚至其他玄州的势力 也都没人说半句话 幽千雪的话呢 让幽无尽的心中也充满疑惑 的确 五国之人走得太顺了 他本以为宇文峰他们离开 肯定会遭到一些阻拦 没想到一点阻拦都没有 这个不正常 幽千雪冷笑道 那是因为大威王朝的强者 根本不在乎我们离开 说到这儿 他叹了一口气 父亲你想想 我们走 能走到哪儿去 无非是回各自的国家 各自的宗门 这些玄州的强者 暂时放走了我们 可回头来 却可以直接来临天宗 父亲 你又该怎么办 这 幽无尽哑口无言 幽千雪说的情况呢 他不是没想过 所以千雪 回到宗门以后 马上离开五国 到时 即便有人找你 对方也是无计可施 真的无计可施吗 幽千雪摇了摇头 看了眼幽无尽 显然 他觉得幽无尽想法太过天真 如果这些玄武宗的物证 真那么好说话 就不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敢保证 他们之所以放我们离开 只是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 让别人知道他们得到了秘籍 而一旦我们离开后 便会立刻进行拦截 索要秘籍 到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分散了 根本无人见证 他们可以肆意地屠杀我们 而不用担心暴露 由无尽心下猛地一沉 由千雪所说 并非没有道理 至于父亲 你让我离开 的确 我悄然离开 未必不能躲过这些人的搜寻 但是我又能去哪 这些人从父亲你身上得不到秘籍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是能离开 可是父亲你呢 姐姐呢 咱们整个灵天宗呢 又能去哪里 幽无尽默然 无言以对 让他因此将整个灵天宗搬迁 先说愿不愿意 就算愿意 这么多人 他能搬到哪儿去啊 所以说 父亲 我留下了其实是最好的办法 由千雪道 可是 你留下又有什么用呢 就算你把秘籍交出来 你这些人的狠辣肯定也不会放过你的 到时候 你还是得死 为了自己和宗门的未来 放弃自己女儿的性命 千雪 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你母亲啊 幽无尽悲奋斗 眼睁睁看着孩子陷入困境 但是无能为力 这种感觉 太难受了 幽无千雪淡淡一笑 父亲 谁说我一定会死 幽无尽恶然抬头 幽无千雪看着秦晨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父亲 你刚才说错了 我了解秦晨 也知道他的性格 你之前说 他不杀狗玄他们 是因为不敢上刘仙宗的人 其实不是 他不是不敢 而是不愿 我猜 他也是在顾虑大启国 所以才没有杀刘仙宗的人 而且我相信 他肯定会有办法 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他 幽无尽狐疑地看了眼秦晨 不知幽千雪为何对秦晨这个少年 有如此的信心 这可是整个玄州的强者呀 即便秦晨再天才 他能有什么办法 就在幽无尽交集时 肖战他们也死活不愿意走 秦晨 我们不走 我们一走 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肖战紧张道 是啊 秦晨 要走 我们一起走 赵灵山等人表情也是无比坚决 你们不用管我 我倒是自有办法 肖战摇了摇头 坚定道 秦晨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知道 你让我们先走 是想自己拖住这些玄州强者 但我肖战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我们一走 这些人更加死无忌惮了 我们留下来 陪着你 看着不愿离去的肖战 秦晨心中也是感动 但同样的 他也是深深无奈 唉 你们相信我 你们留下来 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还有王启明 秦晨声音 突然在王启明脑中响起 你回大齐国 第一时间找耽搁的肖亚 或者是血脉胜地东方青 只有他们才能保住你 陈寿 王启明心中感动 都这个时候了 秦晨居然还为他的安危考虑 刘先宗的人冷冷看着这一幕 葛玄身上的伤也有所恢复了 看着大齐国诸多弟子 他嘴角挂着冷笑 这些家伙还舍不得走 哼 不过走又能走到哪儿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得罪了刘先宗 以为这么简单能逃脱吗 真是天真 事实上 其他大威王朝的强者 心里也有这个想法 一个个是漠不作声 但脸上都挂着冷冷的笑容 眼神阴质 就在场面一栋寂静时 突然 几道破空之声传来 从古南都外 陡然掠过几道人影 这几人身上气势极为不凡 特别是领头的两个 他们一身真理名而不散 居然也是武宗级别的 在他身后还跟着几人 其中两人 居然是大齐国单格的 萧雅阁主 还有大齐国血脉圣地 东方清会长 此时此刻 他们都站在后方 跟着两名气势不凡的老者 除此之外 在萧雅和东方清身边的 其他强者 也都穿着单格的裂药师袍 以及血脉圣地的血脉师袍 显然 都是颇有身份的 秦晨看见萧雅和东方清的同时 两人也都看向了秦晨 看见秦晨没事 俩人全都情不自禁地 松了一口气 而在这些人身后 先前已经离开的 韦天明 宇文峰等人 居然也都是去而复返 回来了 嗯 单格和血脉圣地的人 怎么来了 见到来人 玄州诸多强者 眉头都是一皱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而鬼仙派的几名黑衣人 脸色也难看起来 这位大威王朝的强者 此地乃是五国之地 似乎不是你们仨野的地方吧 领头两名老者一来 对着大威王朝诸多强者冷和说道 眼神灵力 神色间隐隐隐有不悦之色 肖亚阁主 东方清会长 肖战他们张大了嘴巴 一脸吃惊 不明白肖亚他们怎么过来了 而且这两个老者是谁呢 居然一上来就呵斥大威王朝强者 这也太威风了吧 虽不明白肖亚他们为什么过来 但看见这么大一群人 肖战他们神情无不变得无比激动 明白了 自己这是有救了 尽管肖亚和东方清实力 跟自己实力是伯仲之间 仅仅也是半步武宗 但是呢 一个是大七国丹阁阁主 一个是大七国血脉胜地会长 丹阁和血脉胜地作为大陆两大顶尖势力 两人身份呢 却比他这个大七国领武王可怕得多呀 说不定能让大威王朝有所忌惮 几位是谁啊 一上来就呵斥我大威王朝武者 这里的事儿轮不到你们插手吧 不少玄州各大势力强者神色不悦 老夫向天问 大威王朝血脉胜地执事 专门负责五国事宜 这位是丹阁的穆冷峰执事 同样在大威王朝丹阁 负责五国事宜 如何插手不得了 略胖一些的老者 冷是玄州众人 目露寒芒道 老夫听闻此次五国大比 由大威王朝强者介入 所以特来看看 根据大陆签订的联合条例 上势力强者不可随意破坏规矩 以武力插手下势力之间的内势 诸位身为大威王朝强者 逼迫五国弟子 有些过了吧 文言 五国弟子全部是激动不已 原来这俩人是大威王朝丹阁和血脉胜地 专门负责五国事宜的执事 有他们在 大威王朝的人 恐怕也不能随意撒野了吧 五国弟子激动 玄州诸多强者嘛 脸色却不那么好看了 丹阁和血脉胜利 这是大陆顶尖势力之一 虽然说这两人 在大威王朝的 丹阁和血脉胜地里 就是两个小小知识 但是呢 那也不是一般人随便能动的 别说是他们这些 玄州势力了 即便是大威王朝皇室 见到丹阁 血脉胜地的人 恐怕也是不敢造次 还有 我血脉胜地和丹阁 曾与你们血脉胜高层约谈过 血脉胜不得以武力 侵入五国之地 怎么 难道你们血脉胜之前 做的承诺 不准备遵守了吗 呵斥完大威王朝之后 紧接着向天问 看向鬼心派几人 冷声道 什么 这些家伙是血脉胜的 玄州诸多强者也吓了一跳 纷纷看向魔力所在的鬼心派 血魔教呢 他们自然听过 千年前 一个十分邪恶的门派 实力极为惊人 手段也是极为残忍 曾经试图掌控整个西北之地 有十多个王朝落入他们掌控之中 最终 当时西北王朝联盟因为忌惮 而联手将之铲除 这才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千年之后 血魔教竟然是死灰复燃 再度出现于西北大陆上 传出去 恐怕整个西北联盟都会为之震动 难怪培养的天才这么可怕 连他们玄州的盖世天骄都不是对手 我血魔教答应的事 自然不会不履行的 这一次嘛 我们只是代表鬼心派 参加五国的大比罢了 至于其他的 我们什么都没做 只是看戏啊 这个应该不算破坏之前的约定吧 血魔教领头老者阴沉开口道 如今的血魔教啊 不同于千年前了 这时候他们刚刚复苏 自然不敢同丹阁血脉圣地叫板 看来这一次啊 我们是分不到那一杯羹了 阴冷地看着秦晨 血魔教几名黑衣人心中颇微不悦 但此次五国大比 他们血魔教魔力得了大比第二 并且跟秦晨一同走到了传承最后 这个对血魔教而言呢 属于狠赚的了 没动手就好 量你们也耍不出什么花样 向天问冷横一声 旋即看向大威王朝的众人 那么 你们呢 玄州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但是无人开口 最终天恒书院领队强者走出来 笑眯眯的 说道 原来是血脉圣地的向天问大师 和丹阁的木冷峰大师啊 久仰 久仰 天恒书院强者笑笑 两位也许误会了 此次呢 我们玄州诸多势力 虽然机缘巧合参加了五国大比 但对于大陆条例 我们是极为在意的 没有任何破坏 如果说起什么冲突了呢 那也经济师 个人恩怨 不代表我们两个势力间的冲突 这一点呢 还请两位大师放心呢 至于说我们压迫五国弟子 那更是无稽之谈了 哎 两位大师可以看一下刘先宗的模样 那不是我们欺负五国的人 分明是五国人欺压我们呢